好,現在這條片就是講怎樣去平衡一下半個環境 就是大家之前學了什麼是reduction 什麼是oxidation 其實他們都可以分開寫作兩條半個環境 就是reduction 寫一條,然後oxidation 寫一條 首先如果有書的話,想大家在書上找了這兩個桌子出來 這個和這個 應該是前後兩頁的,我們先看看這個 第一個桌子就是講oxidizing agent 就是一些比較普遍的oxidizing agent 然後就會有他們的主要改變 顏色改變,即是寫observation和半個環境 但是你沒理由會記得所有半個環境 你不會背的,所以今天就會講怎樣去平衡 首先這個桌子就是講oxidizing agent 然後oxidizing agent就是undergoal reduction 所以你會發現所有的electron 都是會加在半個環境的時候 有electron的時候都會加在它的左手邊 即是gaining electron gaining electron就是undergoal reduction 另外一個桌子就是一些common的reducing agent 就是undergoal oxidation 即是說它這次就會失去electron 所以你會發現electron就會放在右手邊 那麼這兩個桌子 其實我們主要就要記得第一個層次的 即是這個 main change &color change 首先main change 就是幫你去 balance the equation 如果你連main change 就是we written 就不用寫一條題目就會說的 但如果你不記得那產品是什麼 其實你是不會把餡標有什麼 其實你想要是1 fit 因為如果你記得它的主要改變的時候 那它的顏色其實都是它的顏色 假設你應該是中四的時候學了不同鋼色的顏色 所以主要就是記得主要改變 大家不用一看到就這麼多怎麼記 但是我想其實這裡的時候 我想大家主要都是記頭幾個 就是permégane變成MN2+,dichromate變成CR3+, 但是去到後面這些chlorine變成chloride 我想就不用特別去背了 應該想到的 還有要留意一件事就是 它oxidizing agent 的時候 除了它看主要改變的時候 就是看到permégane而已 但是你記住它是acidify的 就是一定要acidify的 這個也是要acidify的 這兩個字很重要的 記得一定要acidify 好 那說了 即是你記得main change和color change之後 那要怎樣呢 那我想先說下面這些 因為這些比較簡單的 那我們看看如何平衡 有幾個step 大家可以pause 即是要溫習的時候可以pause 這一個slide去溫 那第二件事就要寫下main change 所以你看第一步已經寫下main change的時候 所以你一定要背到main change 是什麼 然後就可以balance number of atoms 例如我用了chlorine變chloride來做example 那main change就是cl2變cl- 然後呢 然後呢 balance number of atoms 那左手邊cl2有兩個cl 但是右手邊一個cl 那不balance的 那所以呢 就要變成兩個cl- 然後呢 就可以balance那些charge 那你見左手邊現在呢 那個charge O4是0的 但是右手邊呢 O4 每一個cl-就負1 那所以total負2 那所以我要讓兩邊都balance的時候呢 我就要在左手邊加回兩顆electron 那我就會最後才加回一些stay symbol 那你做的時候 不用這樣寫完四個step track 那你一寫了cl2變cl- 然後一直在同一條equation那裡加就可以了 那用同一個方法呢 其實就可以balance這些了 就是比較簡單 就是你看到只有那些東西 然後加了electron 那這樣而已 那這樣就比較簡單了 那但是 你看回那個table的時候呢 它上面那些呢 就比較複雜的 就是不是 你會發現呢 就這樣看 噢 還有些O去了哪裡啊 那這樣 那還有又要acidify 那就是 那就是一定有acid 那所以呢 我們就會看了 第二個 就是balance half equation 就in acidic medium 那這個就是acidic的 那我用了第二個 potassium dichromate來做例子 那又是了 第一樣東西 先寫個main chain先 然後呢 跟剛才其實是一樣的 只不過是欠了這兩個step 就是在中間加了兩個step 那剛才第二個step 就是balance number of atoms 那但是這次呢 都是balance number of atoms 不過呢 就accept O和H 因為呢 O和H會在step 3和4 才會加的 那跟著 step 2的時候 就是balance number of atoms 那你會發現 除了O和H之外 那剩下就是CR 那所以呢 這裏CR2072- 前面有兩個cr 但是後面的一個 所以要變成了兩個cr3 plus 跟著之後呢 就balance O 那前面有7個O 後面是沒有的 那我怎樣可以balance O呢 我會加H2O去balance 那因為前面有7個O 我要令到前後都要7個O的時候 那後面就要加7個H2O了 那當你加了7個H2O的時候 前後都有7個O 那但是 那你又說 咦 那但是 現在不是多了HO 對啦 那所以下一步就會balance number of H 那所以呢 現在 變成了在plot sign的時候 有14個H2O 那所以就要在reactant sign 加14個H plus去balance 最後呢 就可以balance the charge 那你見前面的時候呢 負2再加14 就是total是正12 在前面 那後面呢 就每一個Cl3 plus就正3 那有兩個 所以就正6 前面是正12 後面是正6 我要令到正12和正6去balance的時候呢 我就要在前面加6顆 electron 那最後就是加那些stay symbol 那所以呢 用這個方法呢 其實就可以balance在上面的equation 那我就鼓勵同學呢 即是做 即是1書的時候呢 都真是 不要背這些的half equation 那你可以 即是 在書有好 都好 你蓋住一條half equation 然後呢 用回這個方法 即是記幾個step 去balance 這些half equation 那有些step呢 其實就 不是每一個都有需要用的 例如 如果我要balance MnO4 變成Mn2plus的時候呢 其實step 2 balance number of atoms 已經不用做的了 因為左右都是只有一個mn 那用同一個方法呢 就是用剛才這個 和這個 基本上我就會記這個 因為沒有用的 其實你沒有step 3和4 你不需要balance o 就沒有step 3 不需要balance h 就沒有step 4 所以其實都是這個 只不過 例如這些 case 你不需要balance o 和 h 的時候 就沒有了 不需要做那兩個step 所以基本上你記得 這六個step 即是五個 即是六個 你看看要不要加stay symbol 那記得這幾個step的時候 其實你就可以balance 所有的half equation 那剛才說的 這些是oxidizing agent 即是把electron 加在 這個equation的 左邊 但是呢 還有reducing agent 其實用同一個方法 已經是可以balance 它們了 所以在這裡 我就不再重複 怎樣去balance 那些equation 但是用剛才那些step 又是了 大家又可以試一下 掩住了那個half equation 但是背了個main change的時候 就可以用剛才的方法 去balance 那些half equation 不過這次呢 要提醒大家的時候 就是它這次 這次是reducing agent 來的 它是undergoal oxidation的 那所以呢 那些electron instead of 好像剛才那樣 加在左手邊 這次就會加在右手邊 那有些呢 都是很簡單的 例如這些這樣 那你不involve O和H的時候 就比較容易去balance 對啦 但是呢 有些情況 例如Carbon呢 因為它不是 Ionic的東西 所以它不involve到 electron的 因為它不是有C變C 2 plus 那樣的嘛 所以呢 我們就不會寫 那條half equation了 但是你會見到 Oxidation number 是increased的 所以它也是undergoal oxidation 那就是說Carbon自己是一個reducing agent來的 好了 來到這裡呢 那可能大家都需要少少時間再消化一下 那可以我再給多一次 就是 給多一次大家看那些steps 那主要就是這樣 那大家都可以pause這個page去 去思考一下 或者當你去掩住其他的 其他的half equation的時候呢 你可以跟著這一堆的step 去到做 去到試一下 是不是真的 自己用自己的能力 可以平衡所有的half equation的 好了 那就自己pause了 那我繼續下 那你會見到 這個 剛才呢 其實基本上是可以 平衡所有的equation 除了這一個 就是當剛才大家兩個table的時候 基本上就可以平衡所有的 除了這一個 那這個是怎樣呢 你見到我強調了這個呢 是in acidic condition的 例如剛才這個呢 我講到明是acidify的嘛 那你會見到有用到h plus 那跟著這一堆呢 其實你去balance的時候呢 都是acidify的啦 這個 這三個都是acid來的 那所以它有h plus 都是正常的 那但是唯獨是這個 那有什麼問題呢 你會發現 它finally 就是product呢 是oh minus 即是是一件lcline的東西來的 如果你用h plus去balance它的時候呢 其實不make sense的 因為你不會加 就是react with hulgen iron react with一個acidic的東西 然後finally 它會變成了一件lcline的東西的嘛 那所以呢 我們這次呢 就變成了 steps in balancing half equation in lcline conditions啦 那instead of acidic的時候呢 這次就是lcline啦 因為 那我怎麼知道 什麼時候acidic 什麼時候lcline啊 好 那這個case啦 還有呢 要是這條題目 會告訴你 它是in lcline condition的 如果不是呢 通常大部分都是acidic的啦 即是你看到balancing half equation呢 即是9乘9的題目呢 都是說acidic的 那所以呢 我都鼓勵同學啦 總之無論如何 e1個呢 一定一定一定要記得這些step 那你反而lcline的時候呢 其實比較複雜的 你看回的時候 是會比較多 好像多了step那樣的 那但是 它出的機會呢 就真的少很多的 好啦 那in lcline condition 那是怎樣呢 其實呢 那些step都是一樣的 除了多了e1個step 你看剛才 sorry 那些數字要改一改 這個 好 那繼續啦 那接著呢 你會看到 這裡 你會看到呢 這個 這個怎樣可以弄走它呢 隨便啦 好啦 那這個你會看到呢 例如O2變 OH- 那一樣的 那一樣都是 balance number of atoms 那except O和H 那所以這一步 其實你會看到 和數一步一樣的 就是不用做任何東西啦 那接著之後呢 balance number of O by adding H2O 那其實跟剛才都是一樣的 那所以呢 都是O2變OH- 那所以欠了一個O 那所以後面要加H2O 那之後呢 就balance number of H 那因為後面現在 現在total有1,2,3,3個H 那所以前面要加H plus 那所以 so far去到這裡呢 其實跟之前都一樣的 不過呢 因為這個是L-crime condition 所以現在要出現H plus 其實是不make sense的嘛 你不會出了 你不會vary with H plus 去form OH-的嘛 那所以呢 我們就要 左右都加回OH-去neutralize 那些H plus的 那所以這裡有3個H plus的時候呢 其實我就加3個H minus了 因為 3個H plus加3個H minus 其實是會form3個H2O的 那就可以neutralize 那些H plus了 那你左邊加了3個H plus 右邊呢 都要加3個H plus的 那所以呢 就 接著之後就會 你就將那些東西再加起來 例如3個H plus加3個H minus 就會變成3個H2 那這裡本身一個H minus 再加後面3個H minus 所以就變成4個H minus 那接著呢 就可以平衡一下 那你看回前面呢 total呢 total呢 total前面是0嘛 就charge是0啦 後面的時候呢 就是負 後面的時候呢 就是負4的 我寫錯了 後面呢 是負4的時候呢 那所以這裡呢 應該是 4的 不好意思啊 剛才打錯了 哎呀 哎呀 還要按錯呢 繼續 繼續 對了 那這裡呢 就會是 因為 它前面是0啦 後面是負4 那所以呢 所以呢 就會是 加回4個 Electron啦 那最後呢 就可以cancel了 那兩邊都有的水啦 那你看這邊呢 有3個 那邊有1個 那其實 其實是可以cancel的嘛 那所以最後呢 就剩下兩個了 那後面呢 就沒有了啦 那然後再加上些stay symbol 那其實這裡 你選擇要拆開兩個step都可以的 不過 其實都是一起做的 通常 那所以呢 就 我就照這樣寫了 那所以用這個方法呢 就可以balance到 equation in L-cline condition 不過呢 出現的機會是真的 很低的 那所以都鼓勵同學 總之就 一定要記得 在acidic condition 的時候是怎樣做啦 那最後呢 還會有多些題目 那這些呢 就是一些比較深的題目啦 就是比較 少見到的題目啦 那 例如呢 第一個是permanganate undergoal reduction in L-cline medium to give brown precipitate meganese for oxide 那一些比較新的 你沒有見過的Iron呢 或者沒有見過的substance呢 其實它會寫了一個formula給你的 那你會見到呢 它說明是L-cline medium L-cline condition L-cline condition 那樣的 那就是acidic 那樣的 那所以你就會知道 究竟我要是acidic 還是L-cline去做啦 還有呢 你會見到 permanganate undergoal reduction 那剛才acidic condition 的時候呢 其實它是出mm2plus的 如果大家記得那個table的時候 那所以呢 那這一條都 都 就是告訴了給大家 我原來在acidic 和L-cline medium的時候呢 它有機會會出不同的product的 那但是要 就是 就是 它不會來 這條題目它不會默默然 告訴你 undergoal reduction in L-cline medium 然後就叫你寫half equation 的嘛 因為你根本就 從來沒有看過原來 它是會出manganate for oxide的 那所以呢 這些題目呢 其實它會告訴你 它的product是什麼 那這裡有三條 就是在那個table 那兩個table其實是 common的oxidizing agent 和reducing agent 所以都是會常見多些的 那但是這三條呢 其實就真的 少見一點 所以都想大家試一下的 那這三條裡面呢 有oxidation 有reduction 有acidic medium 有l-cline medium 有l-cline medium 那大家試一下 那我 又是啦 大家要試的時候 那大家pause這張slide 再去試 那我過五秒呢 我就會show答案的了 那但是 大家就 自己試了先啦 那自己pause 那這裡就是個答案啦 那大家可以自己對答案啦 那最後都鼓勵 如果同學真的要溫書的時候呢 那可以去看回 剛才有一張slide 是講的 是講的那些steps in general的 那大家也可以 就是隨時在看片的時候 去pause 那就去 笑話啦 那我都知道 其實我講是講的比較快的 那還有都 比較講多些的重點啦 在那些片段裡面 那所以呢大家都 就是 看片是可以pause的 那大家可以運用些 pause的時間去到思考啦 那最後我都想 show 多一次給大家看 就是acidic condition 的時候 的steps 是怎樣啦 那大家可以 就是溫書的時候 可以溫醫宅的steps 那如果你advanced一點的 你都可以溫在 在lclined condition 是怎樣的 那大家又是 可以pause了這張slide 去到 去到溫書啦 那但是呢 都是那句啦 我都是鼓勵同學 一定一定一定要 要記得acidic 是啦 即是你不記得lclined 都不要緊的 因為它九成九 都是出acidic condition的啦 那但是lclined condition的時候呢 就是你真的aim high的時候呢 就溫在lclined condition啦 那但是 總之 這張slide 就一定一定要記得啦 那今天條片就來到這裡啦 謝謝